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朋友,欢迎光临观点会客室 我是杨明 以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Needs Radio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明 在今天我们的这一段对访特别访问中间 我们要谈到一个其实是大家身上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光讲主题的话 各位可能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最近所发生的时事放进去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生活其实距离非常的近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台湾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环境 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来 我们非常看重我们的明天会不会比今天更进步 我想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地区的不管人民也好 我们的整个的各个社会发展的大家的一个共识 也是一个共同的写照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一片人家惨淡的经济的氛围底下 台湾能够还可以维持非常高的这个生命力跟活力 在过去的这些时政里面 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这个是活生生的证明 当然我们也很引以为傲 我们觉得我们台湾人在这些地方呢 跟世界上面的很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好像是百折不脑 而且我们好像是不容易打死的 有人开玩笑说台湾是打不死的蟑螂 但是呢在最近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 跟以往我们所不太注意的的这个领域里面 慢慢就浮现出来了 那就是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么看重发展 我们也这么努力的在寻求后一天比前一天更进步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努力里面 到底我们生存的环境 这个里面包括这个土地 包括这个土地上面所具备的一切的基本的元素 会不会因为我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间 就被我们有形无形所牺牲了 而当我们真正发现这些东西缺乏的时候 恐怕就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要找回就可以马上找回的 我想这个问题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我们台湾进步的一种表现 因为在以往我只要肚子饱足就好 再来就是只要赚钱赚的够就好 再来就是我们能够跟人家输人不输政 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能够扬眉土气就好 可是现在我们慢慢发现 这些东西如果以破坏了环境里面不该破坏的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的代价来置换的话 我们发现急货前面讲的那些荣景可能都需要做更深入的检讨 所以为了这个主题呢 我们在这个月开始 我们会针对这个主题里面的很多不同的面向 来为您邀请到一些学者们 一些专家们 希望能够听听看他们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看法 我们也向他们请议 我们来看看到底面对这个新的一年 在这么关键性的而且核心性的问题上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 或者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大的这个题目 为您先邀请到两位其实很关键性的学者 来到我们博音室 我们来跟他们两位请议 首先我跟您介绍的是这个台大国发所的教授 也是台大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就是周桂田周博士 周博士你好 是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周老师来到我们的博音室 另外呢我们也是介绍 也是台大国发所的助理教授张国辉张博士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面对两位这个专题 专门在专门领域里面研究的学者 基本上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很谦卑的请义态度来 来面对两位 这个题目的本身我相信 在学术的研究领域里面 或者是在这个 周老师在这个所谓风险社会的观点里面来讲 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在周延一点的说明 就是说所谓这个发展跟环境之间 就是说所谓这个发展跟环境之间 到底他彼此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在这个主题之下 您站在一个专业的观点上来讲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先简短的说明 我们过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发展 或是说所谓的工业的现代化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就是强调制造业跟工业的发展 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主义的逻辑底下 我们看到其实是所谓的经济发展 工业发展跟环境对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上 在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 所以当时的这个各种环境运动的兴起 在1968年的这个学生运动里边 已经开出了一个新的路线 就是过去人类从贫富差距的这种 阶级式的对抗已经发展出新型的社会运动 是所谓的环境运动 那当然包括新的 父女运动啊 各种学生运动 各种软性的运动 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逻辑就是 大家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是发展 那我们从过去旧有的模型都认为说 发展工业或发展科学技术 必然的会牺牲掉环境 或牺牲掉一些人权 劳工人权 那这是一种旧式的这种发展的理念 它把经济发展跟环境是对立起来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重新去review 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 我们看到人类现在其实已经走到一个瓶颈 就是如果还继续用这种旧的典范 在看待发展的时候 人类我想不止现在是气候变迁的问题 很多问题是已经没有办法复合的 所以它有一些反扑的状况出现 是它有一个反扑的状况 是所以您刚刚所讲的 所谓这个环境 跟这个人类寻求发展的行为 彼此之间在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 那是因为长时间以来 我们对于环境 我们并不觉得是要维护 还是因为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可以被消耗的资源 过去的发展观基本上就是 这个当然讲长远一点 要从整个西方的这个工业发展背后的 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哲学开始发展 它非常抽象 但是很简单 就是在西方的哲学里边 认为人可以开采Explorer 开采自然 甚至其实是可以利用自然跟剥削自然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边 人跟自然是对立的 然后男女是对立 所以他们这种二元论的观点 事实上在西方哲学现在也有 内部也有非常深的挑战 那应用到现实情况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逻辑 或是这样二元对立 人跟自然对立 人跟环境对立 人跟人之间对立 比如说原住民 原来住人跟外来的新住民对立 其实都形成一种很对立的状况 但是事实上从我们人类自己 生存的经验里 很多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是一个hybrid的一种状态 所以基本上不应该是 发展出这种对立的逻辑 所以老师您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你说是在西方的哲学 或者他们的经验法则的系统 看到了这个问题 反观我们东方的这些 这些各种不同的存在哲学 或者是我们跟这个环境互动的 这些经验跟我们的主张来看 好像看起来在这个上面 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问题 从印度的哲学 或是从中国比较形而上的 对天跟天 天这个概念 或是人的概念 基本上并不是对立的 但是现实上是说 从工业革命以后 整个全世界就进入了到 所谓的这个以科技为主的导向 所以基本上是以这样的 科技为主的物质基础 发展出它的制度基础 所以物质跟制度 都是以西方的整个 现代文明的逻辑发展 所以才产生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 看到一些现象 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个 总的观点来讲 其实这个做法本身 其实是很矛盾的 因为你的发展 就是为了让人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更好 但是你却在发展的时候 破坏了很多人 可以真正活得更好的基本因素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是 是比较矛盾的 是非常矛盾 所以站在这个 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讲 觉得这二元之间 有可能成为 彼此依存的 或者是彼此的 所谓的伙伴关系 而不需要继续维持 这个所谓对立的局面吗 是 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人类的发展应该 如果回到最 有非常多的学者回到原住民的族群去 看人类的社会基本上 第一个不是以市场交易为主的一种发展状态 而是一种互惠为主 互相帮助为主 当然里边当然有权利关系 有权利 有不同的权利跟阶层关系 里边当然有权利关系 有权利 有不同的权利跟阶层关系 那基本上他的规模 还是在于一个社会互相交换 跟互惠的状态 所以那样的发展观 事实上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 那个时候的一个原生的模型 相互支援 是 那现在的发展观 是一种相互对立的模型 所以当然就是说 对于雇主而言 他只要把环境剥削完了以后 他或是他劳工剥削完 劳工成本比较低环境 他可能就洋气这个地方 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今天 譬如说台湾的厂商 外移到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的劳动成本 和环境成本 已经慢慢升高了 他们可能又外移到其他的地方 对到中南半岛 或到什么地方 对到 到印度 这些地方是 对到东南半岛 对东南亚去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您的观点来讲 其实像这样的现象的本身 其实就说明了 就是您所谓的 这个对立的现象 还并没有完全改变就是了 现实上 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样的一个路径 其实大家已经都开始在反省 这样的发展观 其实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它带来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后果 譬如说环境的灾难 金融的灾难 然后还有我们对土地 对水跟对空气 各种灾难 所以如果各位都还记得 大概两个礼拜前 全中国有25到27个城市 那个埋害是非常可怕 连台湾都受影响 是是 像这样的 而且这样是已经是跨越 除了从它的尔文的内部之外 已经跨越区域到其他地方 甚至飘到其他国家去 对 所以这样的发展观 基本上是必须要重新被拟定的 OK 对是 OK 所以刚刚您讲到的这个 就是所谓我们谈到所谓的环境 是 跟这个发展之间的一种对立的关系 或者是这个关系的本身的 不正常的内涵 大概是怎么样 张老师您的看法 针对这个问题 因为 我觉得对于说 特别是科学 科技跟发展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 这个对立关系 可能不只是在对立 可能有可能已经是被 被移转了 就是说超越成另外一个方式 我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希望 科学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发展 帮助我们延长寿命 帮助我们生活品质 它是一个正面的诉求 对 然后使用更多的能源 然后经济可以提高 但是可能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如果当科学跟科技 变成 反而反过来是制造麻烦的 那制造麻烦的反而会 会很难去处理它 甚至是还需要更多科学跟科技 去处理它 那像相当多的 当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像核能科技可能某种程度 有像这样子的类似的情形 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多电能 那可是我们要 会制造很多废料 但是这废料 真的不晓得怎么处理 或者说要处理 要花费很大的不管是金钱 或是其他的成本 所以变成发展科学跟科技 来帮助我们发展的同时 其实也制造了很多问题 那这个问题更麻烦的是 就很难用在原来当初 比较简单的想法 简单的逻辑 我现在看到一个问题 那我就解决它 因为这些问题可能是牵涉到 比如说像废料问题 目前像核能废料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开始有一个 可以储存的地方 真正的方法是 对 就是这个花了 比如说像加拿大 它最近采了一个新的 大概2005年我记得 大概一个新的方法 但是它是说 它大概还要在30年 充分的沟通讨论 然后才有一个 真的才会去做 而不是说 我是说去apply license而已 而不是说真的已经做好了 那个核能废料 它就在开始做 还有一段成熟的过程 没有错 那现在可能最接近的 大家知道是 可能是瑞典芬兰 但是它实际要开始使用 大概也是要 2025年之后 大概2020年之后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中间 我想要讲就是说 其实 比如说核能 大概在1961年代 就开始有了 那其实那时候废料问题 已经说 那我们会好好处理 会好好处理 那可是现在已经过了 这么多了 那重点就是 过到2025年 不晓得那时候 是不是会不会跟以前的 一样重蹈覆车 就是再一直延长 再一直延长 所以制造更多 更多问题出来 所以从这些 从两位的专家们的看法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 其实这好像是一个 天平的两边的关系 一边是发展 一边是这个所谓的环境 其实这个环境 它是一个很笼统 但是它却是一个 包含各种不同领域的 的一个 它却是一个 包含各种不同领域的 的一个 一个概念 所以从刚刚 不管是赵老师 或赵老师 你们两位的 所对我们所提出来的 这个说法里面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政治性问题 它也不是一个 单纯的经济性的问题 也不是单纯的工业 或单纯的科技 其实它整合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 很关键的转换 就是说 过去把发展认为 就是经济发展 对 所以把发展的概念 narrow down到 所谓的经济发展主义 或是非常单面向的 发展主义 那这里就会陷入了 刚刚杨明所讲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是用一个 整合的角度 用一个全体的角度来看 你是用片面的角度 来看发展 所以当然就会破碎化 因为你现在就是在强调 只要某一个经济发展 那现在的民主政治 刚好现在的民选政府 它有一个压力 只要你经济做不好 它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造成它的趋力 然后这个民主政府 可能又被所谓的利益团体 或是所谓的国会议员 所严重的影响 这些大概1980年代 在世界各国 其实都慢慢出现危机 我想在台湾 也是在近十几年民主化以后 这些问题也都越来越严重 所以老师 听您这样讲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水平的面向 就是刚刚讲 它可能是散布在 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 对 在垂直面向上 可能又更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它的严重的程度 已经到risk 已经是一个crisis 就是它已经变成 是一个风险的 的一个概念 所以您对现在谈到 这个所谓风险社会的 这个利润 是在这样子的概念 底下出现的 现在有一个非常 就是从衔接 刚刚张老师 谈的这个论点 其实现在像核能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论点 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发展的问题 是一个跨越领域的问题 对 然后一个 它是trans boundary 跨越领域 跨越领域 包括跨越地理将界领域 跨越学科领域 然后它的这个scale 问题的scale 越来越大 那它也跨越空间 尺度也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看待任的问题 不能单纯 只从一个面向 是说只从经济 或只从环境的角度 来看这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问题 就变成了这样 可惜是问题现在 刚刚这个张国伟老师 提到了这个核能的问题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所谓的 当代发展 会被镶嵌在 所谓的高度的科技化 那高度的科技化的决策 基本上是以科学家 为主题的技术官僚 所以他们的观点 就认为是说 科学技术 可以决绝一切 这就是一种 比较单面向 或是比较人定胜天的 那一种想法 可惜我们看到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以您的看法来讲 这个东西 还是要回归到 人文的层面 从人的存在 或者是人到底 在这个土地上面 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前景 跟前途的追求 为他真正的仪归就对了 是 我们真正要回来 就是真的沉浸下来 来思考说 我们人跟环境 土地跟认同 跟我们生存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按照过去的快速 包括我想 包括台湾 包括南韩 包括日本 包括中国大陆都一样 近几十年来 都是在一种 快速的发展状态底下 所以从来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所谓要停顿下来 思考这样的东西 并没有被 因为它是被框架到 刚刚这个张老师 谈了整个世界的 体系的思维里边 所以在快速的发展底下 事实上是破坏 破坏环境 但是你真正回归 看到人跟社会 人跟环境 人跟土地的认同 的这种本质 真的要回来思考 是说那发展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到底是 因为我在想 一般的坊间 我们的就是 一般的民众们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或者是它的定义 它都不会从这个 非常专业的 学术性的角度去谈 它可能会从一个 一般性的这个 这个生活诉求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那老师 您刚刚讲的 这个讲法是说 我们宁愿把很多 可能我们原本 期许的发展的 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目标 做某种程度的调整 而为了回归 让这个整个的 这个生存环境 能够正常 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对 所以现在 基本上联合国 已经从2008年 已经开始重视 所谓的绿色GDP 那像丹麦 不是 这个 应该是 尼波尔 尼波尔 他们所主张的 是 所主张的 这个应该将 快乐的因素 加入 就是什么是幸福 加入了 发展的指标里面 那这也当然就是 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一个是指标的问题 指标怎么做 那我想指标 要怎么样去发展 所谓的快乐跟 那我想指标 要怎么样去发展 所谓的快乐跟幸福 或者绿色GDP 这样怎么编 那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回来谈到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整个决策的问题 基本上 过去的发展 过去的现代化 过去的科技化 基本上都是以技术 精英来做决策 对 那这样的决策 我们看到 已经看到 都看到瓶颈了 所以现在要回来 就是刚刚 杨明刚一开始提到的 到底发展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 如果落到这一点 我们讲说风险的来源 风险就是透过决策 是谁决策 那我们就在想说 过去都是 由专家做决策 现在的决策 是不是要把专家的权利 下放到一般的普罗大众 比如说 我们是民众 我想这也不是太学术的 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核能电厂 我们愿不愿意在 我们的社区 盖一个发电厂 我们愿不愿意盖 这个焚化炉 这里边都有很多 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 OK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思考 它应该会是一个 全面性的一个思考方向 而不再是只是局限在 少数人去决定 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老师您的看法 对我非常赞同 就是说 特别是某一些专家 可能可以 但我们还是 专家一定有专业性 那提供非常有可信 然后可以依赖的知识 跟资讯这样子 那 不过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像这样很多发展的 比如说电厂 工业区 或这些 其实 就是一般民众 也会受到它的影响 那 我简单引一个 那个之前 政政大学 有杜文林杜老师 的一个研究 他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在中科 然后要有那个 废水啊 那怎么处理啊 那当然 他们专家会有非常 科学证据数据出来 那 无想讲 就是说 其实常民 一般民众在那边 他们也有 他们在地的知识 他们在地的一些见解 那他在地的见解 他会用的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用 最严格的 测水的标准 然后来放在中科 这个开发案上的话 听起来很OK啊 很make sense啊 那好像我们 你是可以依赖的啊 那但是民众他会 他附近也不是只有 这个工业区啦 那附近还有 他台湾那么小 大家一定去过 其他工业区嘛 那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测的话 那你做得到吗 那你先做看看 在别的工业区 你先做看看 你做得到 或者说做到某种程度 然后在这 没有错 这个我觉得 这是非常有正当性的 一个question 就是说一个 就是某种程度 是一个质疑啦 那但是 这个很多 不过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说当 有时候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是一般民众或常民 非常乐意采用科学知识 如果科学知识 对他们有效 或者说有帮助 非常乐意来使用 然后帮助他们 在生活上或其他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说 科学专家 他没有真的很乐意 听在地的常民 或一般民众 他们的生活经验 他们生活常识 其实某些部分 是有自私性的 或者说人类制度的一些 建议或见解 所以这两边 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 不平衡的状态 其实这个学者们 在学校在校园里面 的老师们 其实对这个环境的认知 对人的这个本性 都是充满善意的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 是真的一天到晚 很满黑暗的 黑暗潮湿面在生存 刚刚听到两位讲 我就想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云林 这一块区域 云林这个区域 现在很严重的 就是地下水操受的问题 这个 地层都在下线 很多的地貌都在改变 可是这个地下水 是当地的 当地的这个居民 为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他们就 就猛抽地下水 那如果像刚刚 张老师您所讲的 这个看起来 这个例子 是个反面的例子 他因为 他如果按照 当然也有原住民的朋友 是刚好相反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到阿里山去 然后我们就跟 这个阿里山的 当地的 这个所谓的部落 有很多密切的接触 他们为了欢迎我们 他就请我们 吃了很多的东西 我可以透露个秘密 当然 就过去就算了 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都是保育类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这个不是 这一顿犯下来 罚钱都罚不了 罚不了多少 都罚不了 罚了多少钱 可是呢 有一位酋长级的人 告诉我说 我们原住民在这边吃 吃了800年 都没有把这东西吃绝过 但是你们平地人 上来吃了 大概20年 30年 很多东西就绝肿了 所以他就说 其实这个 不是不能吃 主要是要看看 什么方式在吃 这我就想到 刚刚周老师您讲 其实他这是一个 法则方式在吃 这我就想到 刚刚周老师您讲 其实他这是一个 法则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 寻求一个平衡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因为现代化 其实有一个 很规模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规模化 生产规模化 跟消费规模化 所以这个规模的问题 加进去之后 很多问题就 但是规模化背后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原住民的角度 他们从 他们的自然的计算 他们大概知道 今天列补到这样 大概就够了 他们不会赶尽杀绝 因为他们要留 后面的那个永续的深入 对 那这样的永续思维 事实上在全世界 各个原住民民主 都有这个想法 包括原生的民主 像我们蓝鱼的这个渔民 也都有类似这样的 那个鱼多辣的是不能抓的 对 他们有一定的禁忌 如果讲的比较神话一点 就是敬天为神 有一些禁忌 但是这些禁忌 是镶嵌在他们的文化里边 但是是一种永续性的思维 但是现代性的 现代化的发展的规模 就是制造大量 消费大量 所以它是节者而语 所以变成这种状况 那背后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刚刚张国辉老师讲 其实大概在 这比较学术一点 但是也不学术 就是说在1970年代之后 全世界大概就走非常量化 跟专业化的取向 那这样一个量化 跟专业化的取向 到今天我们看到 比如说台湾有很多食品 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要不要盖水库 要不要盖盆化炉 类似的 过去的专家都告诉我们 盖就是最好的方式 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当民众遇到了 这么多不同的 专业意见的时候 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 可能就是像刚刚张老师提 我们可能要加入 一个社会民主的程序 让民众也共同来认知 这样的科学知识 然后大家透过科学知识的对话 来进行一种理性的沟通 那以您两位学者的看法 在台湾现在的 整个的这个社会制度 或者我们的整个 这个政治制度设计里面 像这样子的制度是存在的 我必须要老实讲 我们台湾从过去到现在 我待会有讲 举一个广东海门镇 去年三月发生的 建设本化炉的那个案例 有三万人上街头 对 这个是同样一个model 就是说全世界的整个政治体系 到现在都还非常的 以技术官僚作为决策取向 那它有它的优点 就是快速效率专业 但是它的缺点就出来了 因为快速专业效率之外 专业的可信度已经 越来越受到挑战 是 我们台湾的 我们两个 包括台湾的科学决策 还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模式 可是现实上 台湾跟全世界各国都一样 我们每一个专业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开始不是政府部门所围请的专家 其实从1980年代 包括非常多的水库的问题 这个能源的问题 包括要建工业科学园区的问题 或冰岸开发园区的问题 到最近的国光石化 刚刚张老师讲了中科士启问 其实大家 就是说非常多民间的专家 其实也散布在各种大学里边 不同领域的意见 所以它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跟现在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说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 应该将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能量 民间的声音纳入 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对话 跟沟通的 所以赵老师 您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解决了我们的一个疑虑 因为我们很常常常说 这个决策要放出全民来决策 对不对 可是老实讲很多时候 如果真的这样去做 这个中间也要面临另外一个风险 就是这个决策品质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东西 它的确是有它的专业背景 当然民间可能最宝贵的 就是可能几百年来的经验法则 或者什么这一类 或者它的已经像您说 深恩在文化里面的一些主张 那这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对 但有这些东西 可是毕竟很多的决策 它必须要在一个很具体 很聚焦的一个问题上面要决定 所以它可能它必须还是很专业 但您刚刚这样讲 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了解 所谓这个专业不专业的意思 其实是它的这个决策的取样 是不是全面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说 很少数的一些所谓御用的 的这个学术系统 或者是这个专业系统 来决定 它应该是更 缠纳 这个每一个地区很广泛的纳入 这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所以它的问题是在整合的问题 对 对 我觉得在整合之前 可能还是我的构想 我的想法而已 就是说在整合之前要愿意整合 OK 那当然 但是这个愿不愿意整合 是一个很麻烦的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 有很多其他的领域里面 问题要讨论 对不对 比如说它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它这个中间有一些 权力义务之间的这种 看起来跟这个科技 或者跟这个专业领域没有关系 跟这个科技或者跟这个专业领域没有关系的这些 比较社会性的问题在里面 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我们又单纯一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 就是 拥有科学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愿不愿意听其他人的知识或经验呢 那这个 就是 是不是愿意来这么做 那 刚才周老师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说 当科学家 他同时也是决策者的时候 就我们来讲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因为决策者是要做管理的工作 那科学家当然是生产 科学数据生产研究 那重点就变成 到底是管理在前面 还是是科学数据在前面 那你生产出来的科学是 知识可不可以被管理 也就是说 可能现在目前 有一个开发案 或是有一个 就是说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有好几种科学数据 可能都会提出来 好几种 地震学 气候学 水文学 或是什么 都拿出来 然后都拿出来看 后来发现 可能只有某一种 或是某两种特定的 科学是可以很清楚 告诉你 很客观的数据 然后 当然这是非常有力的科学 那它是数 非常 就是证据 很清楚 但是重点是说 当其他科学 它可能 没有办法像生态学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很清楚的时候 它到底会造成 什么样的麻烦 它到底会有 带来什么样的 不确定性的时候 如果你是科学家 又是身兼管理者 那因为你要管理 那你要决策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往 特定的某一个科学 可能提供的 有力的证据数据 往那边延伸 然后协助你做决策 也让你这个决策 是有科学背景的 是有科学知识的支撑 那这个就是 就会有很大问题 那我想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是option 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 这样子的 是不是有一个 可能的选择 是当专家 是决策者的时候 他的决策 是有可能 是会被改变的 但是在一连串的 管理的过程 所谓 一个美国学者 就是谈到 管制科学 就是这样 一连串的管理 管理过去 他只能 越来越坚固 所以变成是 很难去 去撼动 对 很难去撼动 赵老师 像刚刚 赵老师提到了 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 在很多的实例里面 看到 实质的方向的样子 但是他有机会被改变吗 有啊 这个当然就牵涉一个 我们回到一个 很根本的问题 培根讲 知识就是权力 但是当 知识就是权力 是代表了一种 你如何运用权力 但是你在做 公共决策的时候 你如果是一个 科学专家的时候 跟做一个 决策的决策者 管理者 是不一样的身份 对 所以当你用 科学的知识 权力去读断 你的决策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不是科学了 对 科学本来 就是要受到 怀疑跟 open的 那我刚刚要讲的 就是说 现在的科学 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都遇到的实例 有它的模糊性 刚刚张老师提的 比如说 冯化炉 冯化炉 其实它的 科学 对 它冯化炉 所造成的代曜性 对人体的损害 那个证据是不清楚 英国法则 没有办法完全证明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因为它的科学数据 有非常多样化 所以既然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科学证据 到底要不要盖 冯化炉这件事情 就必须要取决于 生产面 然后还有公共决策面 还有社会的接受面 那我举一个例子 在2000年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争论 各县市的县市局的 环保局局长 都认为要盖 冯化炉 是最好解决垃圾 对 是一个solution 对 是一个solution 但是后来台北市 大概从2002 2000年 开始带头做垃圾分类之后 是一个很成功 所有真正的垃圾量 剩下三分之一 其实其他全部都变成厨余 这是我们减量 对 减量 这是我们每天 Retim在台北市看到的东西 所以根本你在生产 这个整个科学的 需不需要盖冯化炉 这样的一个公共决策 就找到了solution 用其他alternative的发展的概念 来解决这个问题 OK 那现在的垃圾 焚化炉反而因为垃圾不够多 像这个北欧要去跟这个南欧洲的国家 买垃圾来烧 为什么他们的焚化炉可以制造这个 所谓的recycle power 就是所谓的这种 这种回收的power 这种能源 这是一个现在新的发展路线 那相对的一个历史 新的发展路线 那相对的一个历史 我要讲去年三月在广东的海门镇 也是因为当地的居民 这个得癌症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是他们又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科学把则 英国证据知道是说 到底是不是因为燃烧焚化炉 可是当局要扩充分化炉 所以他还是用旧的范例在解决问题 所以他们一涌上街头 就有三万个居民涌上街头 也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 社会波动 那我们比较好的一个解决路线 就是重新要去思考 有没有一个alternative的solution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垃圾减量 或是说不一定要盖盆化炉 也可以解决垃圾的问题 那因为你盖盆化炉 的确对人体的健康 致癌率是越来越高 所以这只是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但是这些凸显了出 我们日常现代生活里边 所面对的难题 但是这样的难题 其实是有solution的 所以公共决策 透过这个 刚刚张老师我想讲的非常好 就是说民众并不是不愿意 接受科学知识 而是民众可以来share 这个科学知识 大家来讨论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来解决各种面对的难题 其实二三十年以前 我们的工业局 曾经推动过一段 这个所谓工业减费的概念 就是在这个管木处理之外 他希望能够从头端 就能够从制成的科学上面 这个技术上面 去让很多东西能够减少 甚至被recycling 能够变成其他的 这个有价的回收品 那这个东西后来 真正放样到 真正到产业界去的时候 他的回应没有像想象那么大 因为牵涉到看起来 他那个短暂的 那个瞬间的可能的成本的 的调整 甚至于是失序 所以为了 为了这个经营上面的考量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大型产业 甚至包括像台塑 这样的产业 在面对这个 这个主张的时候 态度都是比较 都消极的 都不是太积极的 去接受 那当然后来 就像刚刚做的说讲 很多的问题 其实跟这些地方都多多少少都有点关联性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晓得这些问题 也并不是没有提出来这些问题 只不过是 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可能是没有从这个 您刚刚所讲 所谓风险的概念 没有从这个总体的概念上面在看 他只是用了一个 比较简单 比较单纯 甚至我们说比较方便从事的 直接获利的这个角度上面 去看这件事情 结果东边获利 西边却有各大的损失 而这个损失到时候 不是你一个产业要去面对的 而是整个的面对 所以您刚刚所谓的风险观 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明的 对不对 张老师您觉得这个看法 跟您所研究的 这个所谓整个的人类的技术 或者是在科学技术上面 这些整体的发展上看来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好像这样的一个法则 就是我们常常 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 好像我们 一直为了争取一个很高的成就 一个很高的 不管是经营的成就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 可能会 不管是自我蒙蔽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们就把很多的 这些旁边的问题都 都看清了 我们只看到一个 关键性的结论 就这个结论达成的过程 其实我们造成很多 其他的问题 到了某一个程度 这些问题已经反扑回来到 大家不能忽略了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 再来看 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 是这个世代才有的问题 还是在历历代代 都有像这样子 这种波浪型的发展 波浪型的发展 我不太确定 但是确实 就是说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如果你只看到某一个 或者说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 有几个现象可能出现 就是说所谓的短视 然后你只看到前面 就是你的周边 你就比较看不到 其实1970年代很多 联合国很多计划 到中南美洲 到非洲去 那他们当然看到那里 哇 草原一大片 那可能很适合种牛 那可能很适合 平原很大 可能适合做某一个座物 那他们去看到那边 就觉得 你们这边的农户 非常不经济 因为这里的农田 看起来好像就是杂草堆一样 但是它其实里面有安排的 高的座物可以帮低的座物挡水 然后其他座物可能可以 有水土保持 那它从一块地里面 可以种十种座物 那这十种座物变成 你的每天吃的东西 可能可以不一样 营养也都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 你看到了 如果是说座物等于资本 然后等于出口 等于国家力量的时候 这个就麻烦了 那麻烦就是说 可能这整片就后来都 种植单一种座物 单一种座物 我想很多人大概 如果有农天经验 或是大概都晓得 单一种座物很麻烦 就是说如果某一个病虫害来 那可能一次就吃 某一个病虫害来 那可能一次就吃掉全部了 那如果有很多气候上的问题 或是怎么样 甚至是因为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 让你就全部就是 有很高的风险 然后就是说会让你全部都没有 那当然还是会影响到 你个人每天的生活 因为你本来是吃可能十几种座物 那每个季节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 那最后可能都只剩下都吃一种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是专注于某一个发展的目标 一个目的 很明确了 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 短视 那也有可能是所谓落走边视觉 就是旁边的人可能就看不太到 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从张老师刚刚这个讲法 我们可以说可能这些问题 最根本的噪音来自于无知吗 无知其实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但是也不代表是完全无知 而是到底意识有没有觉醒 因为有的人是介于知或不知的层次 譬如说他可能觉得是说 这个从美国进口的牛肉 这个有狂牛症的风险 但是他还是照尸不误 但是他基本上知道这个issue 但是他不知道他真正的内容 那或是是说 他已经觉得是说 吃这样有非常高的风险 那是已经到了一个觉醒的层次 那我觉得现在的非常多 包括我们刚刚谈的环境风险 譬如说举代曜性这样的一个例子 或是空污埋害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都不只是 知跟无知的层次 因为知跟无知的层次 是包含两个层次 一个是专家的层次 包括专家知不知道 自己的知识有限制 还是把自己的有限的知识扩张成 他什么都知道 这是常常专家做决策的矛盾 另外一个是民众的层次 就是说他知道的层次 但是他有手法 他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国家没帮你管制 空气污染就是这么糟 像迈害大陆这样快速发展 就是这么糟 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个 就是说他最根本的是 到一个决策体制的问题 那决策体制背后 其实就是整个发展模型 就是我们今天谈了 一个发展的 点半发展的思维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周老师 以您的这样的说法来讲 我们今天比如说 像比如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要来 希望能够发挥一点影响力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影响谁 我觉得现代的人的脆弱度 在于是大家在现代社会 都非常的 就说个人力量都很微小 那现代的国家 有一个特性 就是法人的组织 因为国家是一个组织 它其实是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在组织社会学里边 学到就是说 你要对抗这样的一个 很庞大的国家机器 你也是要用法人来对待它 所以所谓法人对待它 其实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鼓励公民 加入公民的团体 大家来监督 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的土地 我们的决策 不应该只交给几个专家 来做决策 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走的 或是可以思考的一个路线 所以这个所谓NGO NPO NGO NPO非常重要 那从这个最新的数据 联合国最新的数据 大概从2005年之后 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成长 其实是持之的 但是在全世界第三部门 NGO跟NPO的成长 其实是超越世界各国的 经济成长的比例 就是说世界各国 其实都有一种很重要的 也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家慢慢在觉醒 这个觉醒可能是 一种无形的革命 大家越来越多人加入NGO 跟加入NPO的部门 然后来共同来决定 我们这样的一个自己国家 或是全球各个社会 这个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所以像加入这样的人口的比例 是越来越高的 那这也表示是说 人民的想法跟人民的 我们如果比较厉害讲 人民的力量在展现出 所以它这个也来自一种自觉 来自一种自觉 所以这样看起来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一个思考的方向 意思就是说 与其用一个松散的社会体 去面对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体 或者一个公权力 我们至少要用一个 组织对组织的方式 去强调 大家不要忽略掉 某些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社会创新 因为过去我们旧有的模式 就是我们从刚刚讲 就是专家决策 然后他在旧有体制 用旧的发展思维 在做决策 现在全部失领了 看起来这个问题 是没有办法 你看欧巴马也没办法 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的 整个问题 他也要去救这些 大到不能倒的企业 他也要去救这些 大到不能倒的企业 全世界各国都一样 建保他也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 所以政府失领的状况 其实现在有一个态势 就是说社会的力量 要再起来 那社会的力量再起来 当然不是像法国革命 造成那种骚动 而是说 社会现在的一个隐形的革命 或是是透过这样的 NGO的团体的茁壮 社会声音 社会地方的文史者团体 来把这样的声音跟力量 拉出来 所以这个以人文做根底的 是一种宁静的革命 而且他的真正的目的 会一直被重视 不至于偏移到 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的混淆 OK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在博弈室里面 能够请到两位 这个国家级的专家 对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环境的发展 跟这个 我们到底应该用 什么样的方式来注意环境 这个经济的发展 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做了一个大概 一个通论性的一个讨论 但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放映在 很多不同的特定的主题上面 那这些比较分论性的讨论 我们会在后面的 不同的时间里面 再为各位做 比较更精准的一些邀访 那也希望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主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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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就像刚刚 周老师所说的 如果我们大家 不从我们自己 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跨年的时候 218秒的烟火 所带来的幸福感 很容易就过去了 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个幸福感 成为真正的幸福 其实取决于 是不是每个人 对他自己角色上的 一种自觉 其实每个人 都代表一种讯息 每个人都代表 一个思想的智慧 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把它整合 然后寻求最大的公元数 让大家 能够有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应该是21世纪的人 要去思考的问题 这个 跳跃20世纪的 这些状况 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 今天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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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